成立15年的北美好消息 长期服务华人教会 渴望成为众教会传福音的平台及利器 更是往来华人教会间 忠实传递国度消息 加美的角踪到达美国165个城市 连接130间教会 也有来自45国华人教会的关注 Hello everyone This is Pastor K.C. Lu from EFC Irvine Right here getting ready for the Irvine National Day of Prayer tonight The World咖啡店其实令我一个很大的目的 就是成为一个训练国度工人的基地 那我们今天来到国际动力服务教会 他们的设备现在到底是怎么样呢 一起去看看吧 疫情期间实体聚会顿时被迫暂停 部分教会因为影音设备不足 幕会面临许多挑战 北美好消息看见需要 即刻启动免费线上影音教学 短短一年内超过20余堂课程 上千位学员不仅来自北美 连纽澳 欧洲都有华人教会受益 疫情是把整个影音媒体的宣教工作 真的是非常快速 逼不得已的 是大大的升级 所以他们做了一些短视频 开始来帮助一些教会 来制作自己的节目 能力有限的时候 北美好消息可以提供一下训练 帮助我们提升这个水平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大的注重 我们的专长是什么 就是媒体嘛 那我们的know how 就是我们知道怎么样做摄影 怎么样做剪接 我们就教他们怎么样上传到YouTube 怎么样经营社群媒体 因为我相信说 有一个healthy church 有一个健康的教会 才可以影响这个城市 北美好消息 不依疫情设限 除了有皮疾邦克节目 提供技术设备的线上教学 也举办暑期青少年媒体营会 还制作多元内容 向道出祝福节目 集结不同华人牧者讲道信息 帮助个人灵命成长 定义时刻节目 分享平凡小人物信仰见证 让福音生活化 我妈来到我 她说 Joey 如果你在美国 如果你在美国 在Los Angeles 我怕你会死 接北美地气 讲道的这些内容 更靠近我们的生活 更贴近我们这些 长期在美国生活的人 会使用的这些语言 今年更邀请台湾华神院长 戴继宗牧师 举办线上布道会 领福音朋友归主 引起相当大的回响 我真的相信说 神让我们有这个媒体的支援 神让我们有这个事工 那我们这个事工呢 其实就是应该要跟其他的事工 其他的教会一起连结 在亚洲 特别是在台湾 众教会的合一 是走在我们前面的 藉由北美好消息 这样的一个被很多教会 能够公开认可的 这样的一个影音媒体的频道 反而能够祝福到许多的教会 在北美好消息 特别有一个到处祝福的 这样一个平台 可以把各个教会 牧者的信息 经过筛选以后 放在这个平台上面 让不同的教会之间 可以共享 对合一 对更丰富教会的讲台 都是一个很大的祝福 北美好消息 秉持传递信心 希望真爱的媒体宣教意向 藉由拜访连结教会机构 善进媒体平台角色 期盼与基督的身体 国度的家人 一起同行 为福音效力 GoTV信用中心台北采访报导